欢迎来到法律白话龙运动 这里是法科电台 我是法白的站长贵志 各位我今天这一集呢 是因为我发现我的好朋友 也就是Face联盟的主经长李欣怡 他同时也是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理事 那我就很好奇说 为什么台湾的NGO伙伴 会这么关心的西藏议题 到底在西藏发生过什么事情 甚至在台湾 我每次讨论到和平协议的时候 西藏总是一个很常被拿出来讨论的例子 所以在今天我这一 请到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理事长扎西茨人 以及欣怡来跟我们聊聊看 西藏的文化、西藏的历史 例如说我们常常听到的 活佛转世制度 以及达赖喇嘛、班禅喇嘛 这些我们耳熟能详 但是可能不是很熟悉的人物 他们对西藏人民来说 为什么这么重要 而今天的内容因为非常精彩 所以我将它分成两集 今天这一集聊完西藏的文化 及历史之后 我们在下一集 则会来讨论跟西藏有关的政治问题 例如说 西藏到底有没有要独立 以及到底和平协议 是发生了什么事情 以及我们最后可以如何 来关系西藏制度 那话不多说 我们就直接开始吧 很有意思的是 国旗还有三面是黄色的 对 它代表的就是 这个代表是一个宗教的代表 那为什么只有三个边 对 这就是重点 它的意思就是说 西藏是一个宗教的国家 然后这个里面 我们是一个佛教 没错 但是你刚刚提到 为什么这边没有 最右边这一侧是没有黄色的 原因说我们西藏可以接受任何的宗教 并不是说西藏的人都一定要佛教 不是 我们西藏里面有基督教也有 OK 回教也有 什么的教我们可以接受 我们可以接受任何的宗教 第一位来宾是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理事长 杂西慈仁 然后再来是理事 林欣怡 林欣怡也是费时联盟的 知情长 那为什么会伸监 这两个看起来完全没有相关的议题 所以我要先讲 你先讲 众头戏留后面你先讲 刚刚问的这个是应该我讲比较 好你讲 杂西讲 因为我在台湾 以前2004年 我们第一次成立西藏 西藏 山云林的活动 西藏抗暴日 那个时候我们没有认识任何的台湾的NGO 台湾的人民 所以我们七个人开始做这个活动的时候 真的很孤单 后来我们认识台权会 所以 台湾人权促进会 对 之后认识台湾的NGO 然后到现在不断的一起台湾的NGO 一起帮忙做我们这些活动 因为我们在台湾的所有的将来包括我 我们没有 我们没有读中文的 我们看不懂中文 所以有在申请 或者是有新闻稿 有很多事情是应该用中文要做的 所以说台湾NGO一起帮忙 2016年的时候 我们想说要成立一个西藏台湾人权连线 然后我特别要请到台湾的NGO的人 要参加我们的律师们 所以说因为2016年之后 在台湾西藏台湾人权连线的律师长 在一起帮忙做这些我们的活动 或者是我们的新闻稿 跟资料这些申请路线 有很多很多工作 在他们一起帮忙的 所以像2009年来讲 是三千多个台湾人 有参加我们这个生意领活动 所以今天我可以讲说 在台湾我并不是孤单 真的不孤单 很多台湾民进团体跟人民 在一起帮忙 杂西的中文 他说他是在台湾的路上学的 所以如果大家听起来觉得有点 不太那个话 要原谅他这样子 那我要讲说 为什么我会参与 当然一方面是台湾的NGO 你知道台湾的NGO 对于各式各样的人权议题 可能都会关切 可能不只是关注在自己的人权议题上面 那我觉得最主要是因为2008年的时候 我才开始参与 那可能很多人都很小 可能连贵子都很小 2008年的时候是那个 我才大二而已 对 北京奥运 那我不记得 不小心记不记得 北京奥运那个时候 那个中国一直在想说 我要借由北京奥运来展现我的国力 对啊对啊 可是那一年 事实上他在奥运圣火传递期间 就是一连串的很多人就是要去抗议 然后抢圣火 奥运圣火 我不想你还记不记得 那藏人当然是其中一个 因为就是那个2008年的时候 又发生了 1959年的310西藏抗暴日 但是2008年3月14号的时候 又是另外一次的西藏抗暴 所以藏人遭受到很大的镇压 那你说藏人在2008年 又再一次的发生了 有上街抗议这样子 抗议对 那原因是因为 一样又遇到310的时候 那个中共政府他就会很紧张 然后那一年 他们又更紧张的原因是 因为他们接下来 六七月要办奥运 所以他想要维稳 那所以他就不让 因为中国他是一个 很不喜欢出球的 他会觉得有这些事情 就是丢脸 对 所以他就不要让媒体进去西藏啊 然后不要让里面的消息被传递出来啊 那藏人们当然不可能觉得说 你这样子压迫我们 那我们的310 当然是很重要的日子 达赖喇嘛什么的 那所以他们又再次的发生了 另外一波的那个抗暴 在2008年 那那一年是因为杂西有到 我是那一年才认识他的 是2008年认识他 然后他到日本 那个长野 就是奥运圣火 传递没有到台湾 所以他就去日本 然后就去抗议 然后他就拿出了奥运 拿出了西藏国籍和Free Tibet 就被一大堆日本警察抓起来 那时候奥运圣火在传递的时候 然后在日本被关了23天 在日本被抓 对 所以那时候吴豪仁老师就这样说 通常我们被 那一波的奥运圣火的 这个比如说你被抓 大概都积压一两天就被释放出来了 那他在日本被积压23天 事实上这是日本可以积压的最长期限 就是一言再言一言再言 可以被积压的最长期限就是23天 那那时候台湾的人很紧张 就会觉得说 是不是因为那时候 中国跟日本的关系很好 那又是因为奥运 又是因为西藏人 那很担心他的安危 会不会被判刑如何的 那我那时候刚好是因为 做FACE运动 比较认识日本的律师 然后那时候在日本 要帮他找律师不太容易 所以才比较接近 然后才后来就有更多的参与 那当然另外一个意义是因为 那个达赖喇嘛 他当然非常支持废除死刑 是 对所以我们有一些机会 可以问到他关于死刑的想法的时候 所以才比较接近 所以你们有跟达赖喇嘛 有接触过 有一次在法王到台湾的时候 刚好在林信仪有机会 可以问到法王 2009年那时候 那个风灾 法王来台湾祈福 是 法王台湾人祈福 所以那天林信仪问的是说 那法王自己的看法 还有藏存佛教的角度来讲 那死刑的部分有 那法王讲得很清楚 就是说因为藏存佛教的 我们的什么讲 来讲 就是说没办法接受死刑 就是佛教的教义 佛教的教义 但是法王讲的是说 因为法律上有一个死刑 是因为法律可能觉得说 有死刑的话 社会变得比较和平 跟比较 比较和平 但是法王说如果说死刑 会让和平的话 应该在世界各地 最和平是应该要中国 因为中国最多有死刑 但是根本没有和平 所以说那和平 不是因为死刑不会解决的 因为教育 人性要教育 可能会改变这个社会 是 那天有这样讲的 所以开始的时候 Face跟我们在比较接近 也有这个也是一个原因 但我们今天不要讲Face 对不对 应该讲西藏多一点 我们会慢慢回来 我觉得既然讲到达亚喇嘛的话 我们今天聊西藏 我们是不是可以先聊一些西藏的文化 因为西藏文化里面 我对西藏文化很粗浅的理解 是来自于我小时候 就我伯母是一个很虔诚的 藏传佛教徒 所以他小时候就去伯母家 他会播大宝法王的影片 达兰喇嘛的影片之类的 给我们看 小时候对西藏的理解 就是有达兰喇嘛 大宝法王 班长喇嘛之类的 但其实不是很了解 他们之间的关系 然后后来才知道说 他们有一点 政教合一的概念在里面 那这个是什么样的意思 所以像达兰喇嘛专者来讲 在我们西藏的历史上面 400多年 他曾经当过宗教政治领袖 然后现在14世达兰喇嘛 他也有这个 他也他有这个能力 可以决定的 外来的 我们的达兰喇嘛专者的 所以说法王自己给张人 流亡的张人 给我们一个民主 所以说我们民主的方式 投票选出来 我们自己的施政 就是有政治部分 法王自己离开了 没有张人要觉得 要法王离开 不是法王自己提出来 那原因是说 因为那天2011年 我们开始改变我们的政府 我们改变我们的 流亡政府的宪法 那个时候我是参加 台湾的西藏代表 去参加台湾沙拉 全世界的张人代表 有参加在台湾沙拉 那天我们开会 本来就是有三天 那法王四天 然后我们四天开完之后 最后的结论 就是第一 是大家的希望说 达兰喇嘛专者 当我们的国王 像英国的Queen Yang 就是要法王要当我们的国王 是大家决定的 第二是说 达兰喇嘛专者的名称 如果说我们在世界上 需要的时候 我们可以用法王的名字 达兰喇嘛的名字 第三 第四次我们开完之后 法王 现上到的时候 法王第一讲出来说 那你们觉得 我要当西藏的国王 那他很会开元下 跟大家说 好 那你们去找一个Queen 如果说我要当King的话 你们去找一个Queen 所以法王说 那个是一个开元下 那法王说 我没办法 你们要希望我要当国王的原因 是你们非常要支持我 然后非常有什么 是一个郑重我的意思 我也了解 但是我没办法当这个国王 因为我在世界各地 要讲民主跟人权的事件 是一个和尚 一个喇嘛 一个商事 要当一个Boss 对 还有一个国王 当了管了人民 这些是不是民主的 所以我没办法当这个 他不愿意 OK 然后第二是 要用达兰喇嘛的名字 这个部分是法王有提到说 当然你们可以用我的名字 因为我 你是一个600万的西藏人 你们这个西藏人 所以说藏人需要我的名字的话 一定可以用我的名字 所以这些是法王自己提出来的 然后你前面有问过说 达兰喇嘛专者 跟Benzhen喇嘛的关系是什么 是我们 藏从佛教的历史上面来讲 到现在达兰喇嘛专者 认同Benzhen喇嘛的传世 Benzhen喇嘛 认同达兰喇嘛的传世 这些是我们 在藏从佛教的历史上面 就是过得这样 所以现在达兰喇嘛专者认同的Benzhen喇嘛 已经中国关在监狱 他自己也拍出来一个假的Benzhen喇嘛 所以那个部分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说 因为像2008年 中国政府有一个新的法 那个法里面有提到说 所有的西藏 西庙的人波切的传世 是中国政府会决定的 中共根本不接受宗教 你怎么会认同 你可以认同一个西藏的人波切 传世 不可能的事情 但是他主要的目标 他要管15次的达兰喇嘛 所以现在达兰喇嘛专者认同的Benzhen喇嘛 已经关在监狱 他自己派出了一个假的Benzhen喇嘛 所以那个部分我们在最担心的 所以今天在全世界的支持西藏人群的这个上面 大家有共同的说法 就是说15次达兰喇嘛是商人会决定的 然后法王自己也是有提过15次达兰喇嘛 要怎么样的一个达兰喇嘛 所以法王有提过很多很多很多 那最后来讲 法王也说15次达兰喇嘛不管在哪里出生 但是他会继续会做 14次达兰喇嘛的保留的工作 所以要支持人权民族自由这些的 达兰喇嘛 他自己自动决定 你们都认识他法王吗 对 达兰喇嘛法王尊者都可以 OK 那可是最不好的是 因为中国媒体他们就讲达兰 对 那这是一个听起来就很不尊重的一个称呼 就好像叫一个普通人 但是 达兰是他的名字 因为藏人是不想听达兰 因为我刚出2011年达兰喇嘛尊者来台湾的时候 很多台湾的媒体上面也是有提到说 达兰什么什么达兰什么 他们不是故意要骂达兰喇嘛 但是他有习惯 所以我们要去要求大家说 因为达兰的时候我们心里面是不爽的原因 说中共刚出控制西藏的时候 他一直达兰分裂组织 OK 所以那个达兰分裂组织 达兰达兰 这个听起来好像非常不爽的 所以说应该 我们没有说你一定要支持达兰喇嘛是一个专者 或者达兰喇嘛是一个法王 但是你讲达兰的时候我们神奇 所以说达兰喇嘛也可以 那达兰喇嘛专者跟达兰喇嘛法王是看你自己 动 对 但是达兰喇嘛的话 那心里面没有怎么样 达兰的时候 这样的人是非常不开心的 不尊重的称呼方式 达兰喇嘛 对 我要提示那个 因为刚才达兰奇讲到2011年的时候 第一次就是法王 他原本是政教合一的领袖 但他现在就只有宗教领袖 那政治领袖的部分 他们自己用选举的 比如说以台湾的民主来讲 我们的民主是争取来的 我们的民主我们的选举制度争取来的 可是以藏人来讲 流亡政府来讲 是达兰喇嘛他自己决定说 我不想要当我的政教合一的领袖 否则他 他要当政教合一的领袖 所有的藏传佛教徒 所有的藏人一定是非常愿意的 所以他们会依依不舍 希望法王还是继续留下来 那他们已经经历了几次选举 所以这一次最近的一个选举是在今年 那他们大概四五月的时候 又会选出一个新的司政 就是他们政治上面的这个领袖 那我自己觉得这意义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 流亡海外的藏人 杂西美斯有讲说他在台湾 他生活在台湾已经二十几年了 所以他看到的 享受到的就是台湾的民主生活 那一样的流亡到 比如说美国欧洲的藏人们 他们也是享受到的是 这些国家的一个民主的一个制度 那这些人享受过民主制度 再加上流亡政府 达兰喇嘛也觉得民主制度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你很难想象这些人 可以再回去接受说 中共统治之下的西藏 是一个没有民主的一个地方 我只想要做这个补充而已 我们法科电台今天要推荐给大家 一间很厉害的日本料理吃到饱 这间餐厅叫做续集 在续集呢 你可以体会到融合京都的细腻餐艺 东京的时尚的讲究 大阪的豪迈不居 以及台湾的当力鲜美 讲那么多 不如带大家实地走访这间餐厅看看吧 这边是炙烧的 现在我们要享用的是 海苔干贝汉堡 先溯库口 在吃之前的事先用葡萄克尔比斯 来清洗一下自己的味觉 好啦 这么画面的业配 我想就到此结束 不然我想大家可能都要退站退订阅了 如果大家想要体验看看 这样子的高级日本料理吃到饱的话 欢迎在我们节目资讯栏找到续集 然后浏览他们相关资讯哦 那班禅喇嘛他的工作是什么 就是说他在西藏 他的重要性是什么 所以我说在张成佛教里面来讲 达赖喇嘛专者之后 是一个奔情喇嘛的 那个是张成佛教的角度来讲 然后后来中共控制西藏之后 在西藏里面的影响力的 就是奔情喇嘛 达赖喇嘛专者 以前会常常说 我已经流亡到印度 然后达赖喇嘛在西藏 那西藏里面的600万的西藏人 是可能会达赖喇嘛在关心他们的 那有一天达赖喇嘛离开之后 皇上之后 达赖喇嘛非常难过 因为觉得在西藏里面的600万的西藏人 那怎么办 因为已经达赖喇嘛过世了 然后后来出那个船市之后 那个船市也是中共已经绑架了 从六岁到现在 那现在是派出了他们自己的一个 Benzion 达嘛 Official Benzion 达嘛 那他是一定有中共的控制底下 他要做一些洗脑 藏人那个部分 所以说 但是到现在来讲 是根本不要担心 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是比我们流亡的藏人 比有他们强力 他们真的努力很多 你也应该有听过 150几个藏人现在制法 在西藏里面的西藏人 所以说我们西藏里面的西藏人 我们完全没什么担心 他们不会放弃我们原来的目标 西藏的这个转世制度 他是怎么样运作的 达赖喇嘛 范范喇嘛 他们都会转世 所以那个转世来讲 是没有那么简单 可以解释也是 但是我可以努力 因为如果你没有学藏传佛教 我们没有说像达赖喇嘛 很多人觉得是达赖喇嘛 可能有投票吗 没有我们这些达赖喇嘛 是一个传世 那传世是 现在14世达赖喇嘛 他们过世之前 会给你一些clure 一些线索 一些线索 就是说外来的达赖喇嘛 在哪里会出生的 然后还有如果说 外来达赖喇嘛 15世达赖喇嘛的部分也是 他们出生之前 宗教的角度也是有很多考试 OK 我很普通来讲说 如果说今天这个人 波切过世之后 他传世的时候 那一年那一天 出生的很多小朋友 叫出来之后 以前他用过的东西 样的很多瓶子放在那边 那像念珠来讲 有很多像像的一个 完全一模一样的念珠 放在桌上 那他可能会拿 他原来用过的 上辈子用过的这个念珠 然后灵珠 就是我们喇嘛会用的灵珠 也是有很多放在那边 他可能会拿 那个小朋友会去拿 他原来以前 上辈子用过的这些东西 也有这种的考试 所以没有那么简单说 一些人觉得 可能他是当15世达赖喇嘛 然后马上会决定了 也不可能的 是有很多宗教的角度要思考 那个在西藏的藏传佛教里面 如果我讲错 可能杂希可以更正我 就是刚才杂希有讲到人泼妾嘛 然后有些是喇嘛 我们会说是格西 那人泼妾这个部分就比较是说 不仅仅只是达赖喇嘛 或搬成喇嘛 他们是可以转世的 有一些修行到非常好的 那个喇嘛 他们也可以转世 那这个就叫做人泼妾 所以我们也会遇到 有些人泼妾 他们也是会有转世传承的 那所以他们通常都会留下一些线索 来说我下一次的转世会是怎么样 所以会有他的弟子可能去找他 然后去做认证 那可是达赖喇嘛 为什么重要的地方是在于说 在传统上面是达赖喇嘛 认证班禅喇嘛的转世 班禅喇嘛认证达赖喇嘛的转世 所以刚才杂希才会解释说 为什么他们要控制 十一世达赖喇嘛的原因 是因为十一世达赖喇嘛 他可以认证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下一任 是十五世达赖喇嘛 所以他们是互为认证的一个关系 所以我控制了班禅喇嘛 我就是可以决定达赖喇嘛是谁 那他想要控制的是达赖喇嘛 对 所以为什么这会成为一个争议 而且会成为说 很多的国家都会说 那应该要让宗教自由这件事情 是回归西藏人 那中共不应该制定他的一个法律 来规范活佛或是藏传佛教 应该要怎么去做转世的认证 所以班禅喇嘛跟达赖喇嘛 在西藏都有政治上很大的影响力 所以这才是中共想要介入的原因 那我们 今天来讲 在不止达赖喇嘛跟达赖喇嘛 在西藏里面很多喇嘛 很多仁波切 很有影响力的 中共已经会挂了一个黑帽子 灌在监狱 这个是他很有影响力 在西藏社会 所以他觉得挂一个黑帽子 然后灌在监狱 在监狱里面 像真正仁波切 不止他一个仁波切 也有很多仁波切 但为什么抓他 因为他是很有影响力的 所以灌在监狱 之后监狱里面过世 我先插开一下 是不是解释一下 什么是仁波切给大家 那仁波切 你这个问题非常好 因为我也想说要解释仁波切 宗教上面的 我们平常 像刚刚说 你父母亲也是一个 藏传佛教的 他们有一个上世仁波切 但是我们一个普通话来讲 人生仁波切 你也是可以一个仁波切 如果你用好的话 因为为什么说人生仁波切 我们比动物 可以做很多事 我们可以分好跟不好 我们可以分 他在骗吗 他在帮助 我们可以知道的 动物没办法知道这个 所以你今天是一个人生 如果说你这个生命 这个命可以好好帮助别人 别人需要的东西上面 你再帮助的话 你这个人生是一个意义的人生 生命是一个意义的生命 所以我们说一个人生 仁波切 那你像刚刚李欣宇提到 格西看波 格西他是一个出生了一个普通人 然后他是在一起学法之后 是一个格西就是一个佛式的意思 当一个position他格西 之后他可以真的做 在reality上面做好的话 他可能也是会可以传世的 Kanpu就是Kanren Boche 他也变了Kanren Boche 那Kanren Boche 刚说不是一个仁波切 他是一个跟我们一样一般人 那他当和尚 之后他学习 然后他做一些真的利用他的生命 来帮助很多人 那之后变了他是一个Kanren Boche 然后他皇上之后 他也是可以传世的 就是如果他们就是信仰 藏传佛教 如果你出家的话 你就是喇嘛 那喇嘛就是台湾和尚的意思 类似一样的意思 修行人的意思 对修行人 他就是出家了 皈依了这样子 那可是在喇嘛里面 如果说 我觉得他们藏传佛教 很特别一点 我很喜欢的一点 就是他们很注重的是 你不是只是 就是一个仪式 那他必须要理解佛教经典 那你必须要理解他 那他们就会有变经的传统 就是他们会讨论 然后要考试 他的上师通常不会说 你就是念 你就是相信就好 不会 他希望你可以理解 他希望你可以讨论 所以有变经的传统 那你慢慢慢慢 读书之后 读佛经之后 你经过考试 那你可能考到最高的 就是博士 就是佛教的博士的意思 就是格西 他们就给你一个 格西的这个名字 好 那另外一个部分 是刚才讲的 就是如果你是一个修行很棒 就是到非常受人尊重的一个喇嘛 你可以转世 那你的转世就叫做仁波切 那所以 但是并没有说 仁波切比较怎么样 或格西怎么样 他们都觉得每一个出家人 都应该要很认真的 去学习佛法 去理解他 那我印象很深刻 就再插回来一点 就是之前我们去蒙古 就是为了访问 蒙古已经废除死刑了 那蒙古跟 也信仰藏传佛教 那我们就去他们的寺庙里面 去那个一个 他们非常大的 那个藏传佛教寺庙 去访问他们的住持 那我就跟他讲说 那时候罗银学 就讲说他是个佛教徒 然后他要执行死刑 然后或者是讲说 比如星云法师也这样讲 这样子 然后我记得那个住持 那个喇嘛 他就讲说 他应该没有读懂佛经吧 他应该要好好的 再认真回去念佛法 就是讲白话 就叫他们要读书啦 所以对他们来讲 就是觉得 这些事情是 你应该要去理解他的 是可以辩论的 是可以被挑战的 你也可以挑战你的上师 觉得意义不一样 那我自己觉得 这是上传佛教 比较有趣的地方 有批判心理精神的感觉 那之后可以补充 因为我们一起 有讲佛教的事情 所以我想说 因为达瑞喇嘛专者 现在是有一个 另外一个科 那个里面有提到说 英文叫 circular ethic circular ethic就是 你并不是你一定要 一个宗教性的人 你最重要是要一个 人性好的一个人 好人是最重要的 你是一个好人的话 你还有一个宗教性 是更好的 所以现在另外一个 新的科就是说 没有宗教性的人 但是有circular ethic 是没有宗教的 好性的人 circular ethic就是说 你不是宗教的 性的人 你也不是佛教 你也不是 你任何的宗教 你没有信仰的人 但是你人 一定会了解 另外一个人 你可以很有良性的 善心的 你会帮助一个老人家 在路上 你看到他很痛苦的 你也没有宗教 那个跟宗教 没什么关系 所以这些是学习 每一个人要 变成这种的个性 是非常重要的 然后还有一个宗教 的话更好 为什么拿出国旗 因为我们一直在讲 藏传佛教 那你刚才讲说 你很想要了解 国旗的那个意义 我只想 请扎西讲 因为我觉得 很有意思的是 国旗还有三面 是黄色的 对 它代表的就是 这个代表是一个 宗教的代表 那为什么就有三个边 对 这就是重点 因为通常不都会一个框起来 这个是一个宗教的代表 它的意思就是说 西藏是一个宗教的国家 然后这个里面 我们是一个佛教 没错 但是你刚才提到 为什么这边没有 最右边这一侧 是没有黄色的 原因说 我们西藏可以接受 任何的宗教 并不是说西藏的人 一定要佛教 不是 我们西藏里面有 基督教也有 回教也有 什么的教 我们可以接受 所以这个没有 如果这边又灌起来的话 那其他宗教 不能进来 这个西藏的感觉 所以说 我们在国际上面 也是有提到说 我们可以接受任何的宗教 并没有说 一定要佛教的 是 所以说 这个没有灌的 然后 这个两个 因为这个里面 就是一个西藏的 所以说 这个两个来讲 代表我们 有一个红 它这个有红色跟蓝色的 像是光芒 是 重点是我们 所有的国教 人民的有两个线 叫神 神 就是有两个 一个 所以我们两个神的代表 神明 是神明 是主要有两个神明 所以这个代表 然后 这代表神明的意思 那个白色是一个学山 因为西藏 西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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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高的学生的代表 然后 四十七 这个 这个是我们的 西藏的 吉祥的动物 神兽的概念 但是我也问过 爸妈 阿公阿妈 他们真的有见过 看过这个 但是他们是没有 没有看过的 所以 那学生四十七 还有另外一个是说 中共 还有中文部分 也是有提到说 这个是 学生四十七 OK 没错 这个是学生四十七 但是 一起要讲 这个是西藏国籍 也非常重要的 不难 因为一起讲说 学生四十七 好像是有很多团体的 自己的旗也是有 所以是觉得一个 不是一个国家的 所以是 这个是我们会讲说 Tibetian National Flag 就是西藏国旗 OK 那教是四十七 OK 另外一个 对 所以那个就是太阳吗 那个是太阳 OK 太阳上面也有很多 很多不同的故事 但是太阳 我们会觉得说 像很多种的说法 但是重点是说 像达赖喇嘛专者 大家知道说 是六百万的藏人 在住在一个喜马拉雅上 对 那中共控制我们国家之后 是像现在在流亡了 十五万个藏人 但是达赖喇嘛专者 今天在全世界 认同达赖喇嘛专者 也是有达到 诺贝和平的奖 就是说 这个喜马拉雅 那么小的 少数民族的一个国家 出来的一个和尚 今天在全世界 非常认同的他 是达赖喇嘛 那我比较不礼貌一下 这个很像鱼的是什么 这个两个是跟有宗教有关系的 我自己觉得这面国旗 我一看也是同样都问同样 因为有时候人家国旗会做错 就想说应该四面都是 对应该切掉 但我就觉得这个意义是真的非常 而且真的很符合 每次法王就会讲说 你不一定要来信仰我的藏传佛教 但你一定要保持一个良善的心 所以这个旗子 像这种观念 就会觉得它是很近代出现的 可是它其实很久以前就有 这个是13世达赖喇嘛发起的 就是上一任的达赖喇嘛 1913年 1913年它有一个西藏独立宣言 13世达赖喇嘛 所以20世纪初就有这个旗子 然后它就已经把宗教宽容的理念设计在这里面 所以非常不容易 因为我觉得我们每次在谈西藏议题的时候 我们最时常会遇到的那个挑战 就会讲说 那个西藏过去的那个历史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不是一个现代的国家 然后是中共进去解放了之后 他们才改善他们的生活 大概就会有很多 对啊这也是我想要聊的 就是西藏的整个过程 它到底过去跟清朝 然后是不是又有独立 然后好像又有英国殖民的这个过程 但我要讲的事情说是 1913年那时候的13世达赖喇嘛 它那时候就发表了一个西藏独立宣言 那的确有很多国家想要 因为西藏处在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 一个地理位置上面 那很多人想要去就是 去控制西藏 那那时候13世达赖喇嘛 那时候它发表的那个西藏独立宣言 里面很多的内容 事实上它没有以人权为名 可是如果你仔细看的内容的话 你会觉得说 跟我们现在谈的梁公约 里面的很多的精神是相符合的 那所以我就会讲说 如果说中共不要去入侵西藏 控制西藏的话 我觉得依照藏人 他们自己的那个想法 他们也渐渐地在改变当中 他们觉得应该要改善人民的生活 然后应该要给他们一些 人权 现代的这种人权的权利 在1913年的那个独立宣言里面 事实上就已经都包含在里面了 那我觉得中共它的做法 只是强加他们自己的想法 然后就是要控制西藏人民 然后让 而且要改变他们自己的宗教 跟文化跟传统 今天这集就到这边结束 那我们下半段会在礼拜三的时候播出 请大家继续收听喔 我每次吃完饭都会想要 那个问一件事情 你觉得今天最好吃的是哪一个 我们今天在续集 续集Sunrise 它是日本料理吃到饱 我们今天吃了超级多东西 生鱼片 握寿司 龙虾泡饭 然后松... 猪颈肉 松阪猪颈肉 厚的松阪猪 很厚的松阪猪 和牛汉堡 和牛汉堡 干贝汉堡 烤香鱼 烤香鱼 对对对 干贝海胆汉堡 对对对 海胆 还有龙虾泡饭 嗯 然后还有调酒 嗯 其实它还可以拿啤酒 我们又去拿了 嗯 已经喝不下了 没错 然后还有帝王蟹味噌汤 对 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道 超难选的欸 我想一下 你先说 我先讲 我讲的都没有在刚刚的选项里面 我最喜欢的是 胡麻豆腐 胡麻豆腐 他是怎样 很庶民的东西 没有 大家讲胡麻豆腐 脑袋永远出现白白的豆腐加胡麻酱 嗯 它不是 它是整颗用炸的 哦 对那我猜它可能是从原料那边就是 有跟一般的豆腐不一样 但是咬下去很绵密 然后外皮非常酥脆 哦 的豆腐 所以你的意思是 它连这种平价的东西都可以做得 这么好吃 对啊 你有看那个吗 就是 蛋炒饭啊 最简单就是最困难 哦 对对 所以连豆腐这么基本 就是一般来说很廉价的食材 都可以做得这么好吃 实在是不简单 那我觉得说到蛋炒饭 我觉得我今天一开始吃到那个蝦仁炒饭也很好吃 嗯 你有去拿 你有去拿蝦仁炒饭 不是蝦仁炒饭 讲错 櫻花蝦炒饭 对不对热炒店就吃得到的东西 没有 它的櫻花蝦炒饭是那种高级日本料理店 会有的櫻花蝦炒饭 就是粒粒分明然后超级香 然后搭配就是在同一区的那个和牛汉堡牌 我第一次看到人家把和牛做成汉堡牌 是很珍贵的食材 就是 我是把它原肉呈现是打碎做汉堡牌 我觉得很好吃耶 你勒 你想到了吗 我还是选那个龙虾泡饭 就是一个肤浅的人 就是肤浅的人 就是喜欢高级的食材 高级的东西 欸你不知道你在业配中 要讲一些高级的吧 人家业主听到说推荐什么 胡麻豆腐 鷹蛙虾炒饭 以后不会是咬我们来了 好啦 还是要讲一些厉害的好不好 有有 它有那个就是 限烤的 限烤的 炙烧 那个什么 炙烧臭丝 对 然后我今天吃了那个 炙烧粿丝 还有比木鱼齐鞭都超好吃 欸还有牛肉 而且他有 那个应该是牛肉 对 还有牛肉 炙烧牛肉 炙烧牛肉 超好吃 好啦差不多做解 好啦 我觉得续集很赞 推吗 推推推 而且我觉得 我们今天是在高雄这边嘛 用餐环境很棒 对 Miu也蛮好的 欸这里叫什么地方啊 它好像 异想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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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在古山区的异想天地 这凹子底在旁边 对对对 拉巴堆 哈哈哈 哎呦哎呦哎呦 哎呦绕下台语 秀一下秀一下秀一下 整个建筑物 就是整栋都非常高级 然后里面的那个装潢 就是整个都让人家很舒服 洞线什么也都很 我觉得都很棒 嗯 推推 推推推 在高雄有需要的听众 可以来到这边 我觉得南部都可以来啦 我每次从台南来 对 从嘉义台南到屏东 都可以来 台北的话在信义区也有人 对 因为这里 其实以南部来说 这里交通什么都还蛮方便的 以南部来说 这里交通什么都蛮方便 所以欢迎大家如果有聚餐的需求的话 就可以来到这里 一起享用美食 但是都很想要 谢谢你 我是 hotels 我要开篮 用户业